北浅持续追踪这个金华城案 那么现在北市府也给予金华城不予施工勘验 也就是说金华城现在就是只能盖到地上一层楼 不过在地下层的方面 其实金华城已经开挖到了地下七层之多 那他们现在B1跟B2也已经做好了 那地方的议员其实就担心说 其实如果这个时值停工的话 周遭地下层的含水量其实比较多 那么地上层如果重量不够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有上府的迹象 因此可能会造成说有这个公安的疑虑 而对此呢今天台北市议会的议员 其实也对这一题相当的关心 先带你一起来听 目前为止你们有沙盘推演 假设真的会必须在半年后热令他停工 那到底是要停在一层还是十四层 你们什么时候成立公安小组 有没有针对这些民众关心的问题 赶快去进行厘清 请回答 不好意思说当时那个大巨蛋成立那个公安小组 不是为了那个公敌万土施工 所成立的公安小组 当时的公安小组 它是针对体检 就是大概是在争议的 就是说 那它有它的功能嘛 那金华城 我觉得也需要这样子的专业的小组 及早的来因应吗 这样有问题吗 那个是针对 目前有这个计划吗 你直接回答这个重点啊 目前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上10月24号其实已经找了相关的工会 跟这家学者来开会了 那其实对于刚刚一座所关心的就是说 如果停止施工之后造成的工安全问题 当然申请人那边是主张是说 那个上福利要盖到14楼 才可以足够 对所以1楼或14楼 其实要有专业的严谨的单位去贡商嘛 也不是你市府说的算 也不是你建商说的算嘛 所以我认为尽快成立这个小组啦 针对基地的安全去进行通盘整体专业的考量 几种 好可以听到议员呢是相当的关心哦 是问这个北市府到底有没有成立这个体检小组 来针对金华城状况来做评估 不过你可以听到呢 北市府也透露 其实在10月24号的时候 北市府就有找过鼎月开发来做一个开会 不过鼎月开发是主张哦 如果要不要上府的情况的话 他们要往上盖到14层楼之高哦 但这也不是鼎月说了算就可以哦 也因此今天早上的时候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说后续就会找这个四大计时工会 来进行这个金华城的相关评估 就是要来讨论说这个上府公安的疑虑到底该怎么处理 以上最新